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ROBERT的各种开箱们 今天我们来介绍什么 我们来玩动力砂 那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 是用刀子在切动力砂 每次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拍拍看 我们去反斗城买了两罐 一个是紫色 一个是绿色的动力砂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盆子 然后装进去 我们就实际用刀子切切看吧 我先开这一盆的 然后这边还有保护膜 打开 打开之后先抽抽看 然后把它倒到这个盆子里面 有沙子的感觉 有沙子的感觉 它好像不动的时候是像固体 然后 就是稍微 可以拿汤匙挖一下 我可以拿汤匙挖一下 喔 喔 鬆软的感觉 我怎么上来了 它就塌陷了 哈哈哈哈 塌陷了 好像量有一點大喔 然後我們先摸摸看它的質感 它的質感就是 它原本會這樣一塊一塊 但是你拿起來之後 它就會流失掉的感覺 你看 粗成一塊 但是你拿起來它就會像那個 沙子一樣流掉 然後呢 我需要一個 用湯匙來挖挖看 OK 用那個沙沙的聲音 我們用一個模具 然後把它做成方形的形狀 然後把它拿來切切看 吧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方形器具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裝進去 就直接來玩囉 對然後我買的這一組 它是純沙子的 它是沒有 模具 所以就得自己準備 全部都在那裡 什麼東西啊 不療癒的感覺 直接把它填滿 壓好壓滿 看一下OK 差不多弄好了 現在我們把它 這樣看得到吧 然後把它這樣 喔 有了一個完美的形體 我現在就拿刀子 來切切看 OK我們就來切 怎麼切 把它切好了 有一個 有一個搖曳的感覺 我們就直接在切這個形體 過程 是 那麼 就很容易 有一個搖替的感動 然後 先把這邊整個拿走 我們來看這個完美的這個形體 好,有一張開口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看這樣切成一片一片的超級療癒 然後還可以把它這樣捏碎 一個完美的形體就像被破壞掉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塔 然後直接這樣把它壓扁看看囉 OK 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塔 把它放進來 這個圓形的模具 不算模具 就是一個盒子 一樣把它稍微剩下 壓緊 壓好壓好 這樣比較療癒一點 OK 差不多壓好了 用湯匙把它壓扁看看 喔 好完美喔 好 這是一個湯匙 現在就要壓好 弄個壓好 3 2 1 哇 好療癒 哇 這個好像形體有點做太大 所以它就壓扁 比較不會像影片那樣的散開 對 那我們就再做一個 做小一點的 OK 把這個動力沙妝進去 邊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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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 超療癒 好像一個東西然後被這樣散開來 這是這個好像又做太小的 他們都是用那種馬克肥 你看這個中間那個超完美的 破壞 然後又散回他原本的這個形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以上就是Robert跟我們開箱文 記得訂閱按讚並且分享出去喔 別忘了開啟那個小鈴鐺喔 以上就是Robert跟我們開箱文 掰掰